船舶码头,赤水大船旁,枪炫过来送井,风龙,心悦和一些世家子弟离开浩陵。 风龙从早上起来就在等枪炫,现在终于看到了人,不住眼地向枪炫的身后瞧了又瞧,看了又看,却只看见两个平时跟在枪炫身边伺候的侍从。 风龙雀跃的心情瞬间低落下来,他忍不住跟枪炫抱怨,枪炫,你过来送我们,怎么也不说把你妹妹带来,好好跟我们认识认识,昨晚宴会后都没怎么见到人。 心悦也在一旁不悦地说道,怎么,我们这么多人,还配不上王姬殿下过来,送一送吗? 枪炫先是行了半礼,表示歉意,然后带着几分无奈地说,不是我不带小妖过来,实在是王母有命,她一大早就走了,这个时候,她回玉山的路,应该已经快走了一小半了。 众人不由地感到一阵遗憾,尤其是风龙,她还想着离开昊陵前能再见上,这位殿下一面呢。 心悦扯了扯嘴角,刚想再说点什么,就看见,紧冲着她微微摇了摇头。 心悦便收回了刚刚想说的话,改口道。 枪炫,以后你要是来中原了,一定记得给我或者哥哥传消息,这次你如此热情招待我们,等你来了中原,我一定让哥哥好好款待你。 枪炫笑着点头答应,一定,随即又和几人一一告别。 待赤水家的船开走,枪炫的脸色沉了下来,虽不知为何,但是她就是感觉到了陈戎心悦对小妖的敌意。 而对小妖有敌意,就从来不会是她的朋友。 盈州防风市别院,对镜书花黄,苗苗李云庄。 盈盈看了看镜中,柔美娇艳的自己,终是满意地点点头,朝着别院门口走去,却刚好碰上刚刚归来别院的二哥。 现在的防风贝可不同往日,盈盈笑着上前打招呼。 二哥,昨晚后来就没见你了,是不是带着王姬殿下去哪里赏月了? 防风被笑而不语,依旧慢悠悠地朝着别院走去,只是在路过姨颖身边的时候,随口问道。 小妹打扮得如此漂亮,是要去见屠山市的那位未来族长吗? 防风姨颖不慌不忙,柔声笑着说,哪里是去见什么人,不过是听说这浩灵国的胭脂水粉是大荒内最好的,去买点小女儿家的玩意儿罢了。 被笑着说,原来是这样,我就说嘛,刚刚我从码头那边走过来时,就听见有人说,今早那位清秋公子就已经乘赤水船从浩灵离开了。 倒是那位屠山市大公子,不知为何,还停留在浩灵国。 硬的脸色,有一瞬间的僵硬,但很快恢复如常,柔声说,那二哥好好休息,我先行一步。 被点点头,硬离开,他走了几步后,又转身跟上。 硬听见身后的动静,一回头便看见防风被那张闻事不公的笑脸。 他不解地问,二哥,你这是被笑着说,你不说这浩灵的胭脂水粉是大荒内最好的吗? 我想着跟你一起去看看,正好你也帮我挑挑,下次见了小妖我也好送给他。 我这当师父的拜师礼都收了,也得给徒弟送点什么吧。 硬挑眉,声音微扬地反问。 人家殿下送你千年盘桃酿,万年玉髓,你就给人家回胭脂水粉。 二哥,你怎么还是这么不靠谱,人家是王姬殿下,你怎么着也得送点能拿得出手的礼物啊? 硬真是恨铁不成钢。 防风被,却是满不在乎地说。 这叫做礼轻情义重,那你知道的,我又没钱,哪里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礼物? 送点胭脂水粉,总比什么都不送强吧。 音应低声嘟囔,还真不如不送呢。 音应虽无奈,却也知道防风被,确实没什么钱。 但是现在二哥跟王姬殿下交好,代表的是防风家族,别人不会认为是防风被没钱送不出贵重的礼物,只会认为是防风是轻呆了这位王姬殿下。 音应喊来身旁的侍女,轻声吩咐几句,侍女便无声退了下去。 她又朝着防风被说,走吧,我带你去给王姬殿下选礼物。 那可先说好啊,我可没有钱。 防风被一脸的无赖相,音应没好气地白了她一眼,知道,没打算让你出钱。 这一买,便是三日。 实在是防风被这个人,没钱不说,眼光还高,要求更是有为的多。 不是这件华服绣工不行,就是那件衣裳配色不好,不是这个宝石颜色不正, 就是那件饰品搭配不好,不是这件礼物配不上小妖,就是那件礼物寓意不好。 最后,防风依应花费了三天的时间,总算是挑出来整整十八件,合乎她二哥心意的贵重礼物。 防风被终于满意地点点头。 到了第四日,防风依应打扮好了正要出门,却又碰到了她的好二哥。 第五日,依然。 第六日,如旧。 不管她去哪里,防风被都能找出借口跟在她身边, 理由还每次都能跟王纪殿下或多或少沾点关系,让她都找不到理由拒绝。 要是换作是以前的防风被,防风依应作为防风家的嫡女, 自然是可以不卖她的面子,直接一走两只。 但是现在却不行,那位两国王姬殿下明显对她这位浪荡子二哥看重得很。 她还指望着通过这条线,让防风依攀上轩辕神族, 进一步扩张防风家在轩辕国的势力。 所以她不得不改变自己跟防风被相处时的态度。 又过了三日,防风依应实在是受不了了, 她直接跟防风被摊牌。 二哥,你到底想怎么样? 防风被懒洋洋地说, 受人之托,终人之事罢了。 依应心里一慌,什么意思? 防风被意味深长地回答, 我倒是觉得,你应该比我更明白。 防风依应心里有鬼,自然不敢把话说透, 跺着脚回到了自己屋子里,不住地想, 她究竟是哪里漏了马脚, 却也始终想不出头绪来。 自此,防风依的别院终于消停下来, 除了一名在防风依应身边近身伺候的婢女, 出过一次别院以外,在无人外出。 而当日,屠山市的大公子离开了浩陵, 回了青秋。 防风被觉得, 她终于能睡个好觉了, 这是她给小妖办得这么明白。 她下山了, 一定会很开心。 床榻上的人, 逐渐睡得踏实, 唇角还挂着一丝浅笑, 兴许是在梦里遇见了思念之人。 玉山狼牙洞天, 小妖从圆圆身上下来,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小肉干和毒药, 直接往圆圆身上一挂, 摸摸她圆滚滚肉乎乎的小脑袋, 轻巧地说道, 去吧。 圆圆欢快地鸣叫一声, 便迅速地展开翅膀, 腾入云霄, 一副颇为着急的样子。 小妖失笑, 看来无论是人还是鸟, 都有想念的人, 想陪伴的人。 小妖进了狼牙洞天的门, 看见王母, 就直嚷嚷着饿。 王母连忙让人把早已准备好的食物, 拿上来, 责怪着说道, 怎么也不知道路上吃点东西呢。 小妖咽下口中的食物, 又喝了口汤, 这才回到, 我这不是怕你老人家半个月没见我, 太想我, 太思念我, 担心我吗? 真怕我担心, 你就该在玉山老老实实地待着, 这样我, 才能真的安心。 小妖乖巧一笑, 既不反驳, 也不答应, 慢条丝里地吃着饭。 王母瞧了, 微微汗手, 回去一趟浩陵, 是不一样了, 这用饭都知道规矩了。 小妖好一阵抱怨, 娘娘, 你都不知道那个入手有多可恨, 这半个月我可是被她给折磨惨了, 就该有这么个人好好调理调理你, 现在好歹是王姬了, 可不能再和以前一样了, 可是我还是觉得以前那样更舒服。 说明了,